100亿美元无偿军援 但是国会通过的拨款法案 却没有将这笔款项纳入 反而是提供台湾最高20亿美元的军事贷款 并且设定还款期限12年 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 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法案包括在未来五年 提供台湾100亿美元无偿军援 并且要求行政部门加速处理台湾军购需求 还呼吁美台联合军演 邀请台湾参与2024年还泰演习 但是国防授权法案生效之后 还需要国会的拨款 才能够使预算到位 而最后通过的拨款法案 并没有列入对台湾每年最高20亿美元的 无偿军援 而是授权国务院提供台湾最多20亿美元的 外国军事融资贷款 还款期限12年 另外还在美国在台协会的预算之下 编列经费建立台湾学人计划 让联邦政府和资格的美国公民 来台湾交流两年 而中国大陆外交部长王毅23号 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 王毅告诉美方必须重视 中方的正当关切 要求美方停止打压中国大陆的发展 尤其是不能以切香肠的方式 不断挑战中方的红线 记者综合报道